日前评检接获勤资 指称谢姓庄角 为使三弟门乡某乡带候选人当选 在今年10月开始 以每人每票2000元的金额行贿 金检警控组专案小组侦办后 进行搜索并传唤具体相关人等 屏东地方法院最终以5万元 裁定谢姓庄角交保后传 消息传回不落 族人都期望原乡能改变选举风气 当然希望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不会怕怕的 在原乡这个选举风 还是有在买票事件 希望在原乡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作风 让我们有一个干净选举 投票进入倒数时刻 屏东检警侦破选举赌博案 警方透过数位情资分析 发现有赌博集团 开出乡镇市长级的赌盘 并溯源查获选举赌盘幕后首谋 共查获27件56人 查扣传真机账册策 签单跟赌支165万多元等证物 溯源查获选举赌盘幕后首谋 查获27件56人 查扣传真机账册策签单及赌支 165万余元等证物分别依赌博罪 及公职人员选举罢明法 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屏东县警局强调 汇选及选举赌盘以严重违害选举公平性 警方将全力查棄 维护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安全及公平性 呼吁不法分子切勿以身试法 原始新闻歌手屏东三里门屏东市采访不到